这小子 看着不尽人情 实在还挺老实的 李玉 来帮哥一把 我想洗个澡换个衣服 不知道李玉对男的有没有兴趣 要是有兴趣 你扶我一下 我脱裤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简佳一传 简随恋也是 简随鹰也是 手脚都长得很好看 只是这个人空有一副好皮囊 神品实在是 简哥 水开了 我过去看看 你这时候走 我怎么办 你已经不敢看我了 有点没好头了 那 那你快脱吧 抱歉 脚抽筋了 脸红了 这小子真是太可爱了 少年的轻质羞涩 和男人的稳重沉静 长得还漂亮 这种鸡皮上哪儿着见呢 人活一辈子 及时行乐 管他是谁的孙子 去把浴缸弄好 我还就非要不可了 简哥 我去煮面 我去煮面 你洗吧 我人还是小孩 看来能买了个小子的时候 已经不远了 李玉 李玉 给哥拿浴袍来 这小子磨磨蹭蹭地不进来 莫非是真把他吓着 简哥 跟浴袍 怎么跟小姑娘似的 还不好意思啊 我有的你都有 太羞什么 乔哥这身材怎么样 这肌肉漂亮吧 一星期至少得练两天呢 我是白来的 对了 你知道 男人最该练哪儿了吗 不知道 腰 腰可是最重要的 你以后就明白了 能哥说实话 睡吧 以前怎么没发现 动小孩竟然这么可意思 你不爱说就算了 不过你要愿意 简哥可以给你传授 不少实战经验 够你用半辈子的 简哥 念珠好了 扶你过去 这桩轻薄无聊的事 怎么会是见随灵哥哥 这就走了 我们还等我回去吃饭呢 不如一起吃吧 你心能过头生气了 要是他能留下就好 哥 我听李玉说 你伤着脚了 要不我去看看你吧 我说不用 我们球队经常有人受伤 我知道怎么处理 算了 你想来就来吧 那个 把李玉叫上 老李家的孙子 说走动走动 我没坏处 找到了 行 那我先挂了 一会儿我和李玉一起过去 随灵娜 今晚就住他那儿吧 他那儿离考场近 方便 哥能同意吗 我跟他说 你去收拾东西吧 哥 开个门 怎么开门这么门啊 脚怎么样了 简哥 好心了吗 来 哥我扶你 没事 我坐了 李玉 跟他坐 哥 我给你看看吧 我带了葫芦油 能给你按摩按摩 不用 哥 真的 不处理会好得很慢 算了 说不准还能激起 李玉的愧疚 行吧 来按吧 随灵为什么一定要 讨好他哥呢 上一辈的恩怨 又不是随灵的错 见随影都 从小就把动机 发到随灵身上 可随灵这家伙 也就爱热恋 贴他的老屁股 老板 打包两盒马小 我哥可喜欢吃这家的马小了 等会你尝尝就知道了 特别好吃 我对你哥真好 我哥对我 也很好 疼啊 我疼就没笑了 你小的手就不小啊 这样才能回去 你心就先行了 太多疼了 你忍一忍 这样很快 吃啥人闹了 想慢点好行不行 别让了 哥 你再忍一忍好不好 说了让你变了 随灵也是为了你好 你这是干什么 喂 李渔 干嘛呢 就因为踹了剪随灵一脚就生气了 还挺讲义气 你 我没事 哥你不是爱吃马小吗 看 我和李渔来之前特意去打包的 李渔 你也别站着 快坐下一起吃吧 我一直很喜欢吃小龙虾 来 尝尝 我母亲也是 你又给他吃小龙虾 和这些食物在我父亲看来 你这东西不干净 不干净 他们总是吵架 你这东西不想过滚 后来简动也出轨了 再后来 我母亲病逝 他娶了那个女人进门 哥 哥 下包好了 给李渔也包几颗 好 我自己来 让他来吧 就别沾手了 不用 我习惯自己动手 你们俩少吃点 太辣我怕你们胃受不了 咱们吃归吃 一定要确保你们明天状态正常 可别闹肚子睡不着觉之类的 嗯 跟你放心吧 紧张吗你俩 不紧张 李渔呢 没什么感觉 不错 有点魄力 小林子 你打小成绩就好 家里对你期望大一下 好得好 想要什么都成 行了 你别拨了 小林子 你洗洗手 去把那两间客房的床给铺一下 嗯 这就去 我帮你帮 这场考验室去哪玩 毕竟暑假那么长呢 我从未来拨铺